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这个滕西华 这是第一次上节目了 你的从政让我感觉有一点意外了 不过亲民党把你排在第一名 一定有非常高的所谓战略指标性的意义 像各个党的这个排名第一名的 都必须是整个政党的集体 价值识别体系的最核心中 也是最显著的元素 我们在这部分就叫您了 昨天郭台铭董事长下午临时招待记者会 因为他要启程去白宫参加 很像年度的Christmas Party 今天又是提前到5号 所以他也说在记者会中 不好意思他没有办法参加 今年既定的生计科技大展大会 他没有办法出席 昨天记者会里面有几个重点 他开头就讲 他说今年的选举不是蓝绿的问题 是已经绿油油的一片 他认为今年蔡总统以及民进党的选情 已经相对绝对的稳定 但后面有些话我就没有解体 我就把我的笔记抄出来 他说如果这样子长期让民进党执政的话 他担心民进党会国民党化 而国民党会新党化 他认为这并不是台湾民主政治 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他也提到说他在这议题上 跟柯文哲市长我们昨天专访柯市长 说有些不一样的看法 柯市长说要追求三党不过半 他认为台湾最好的结构是 两大党加一个小党 那这个小党就是柯市长的民众党 那这个郭董是说 最好是两大党加两个小党 但国民加民众再加亲民 不好意思大家都把黄老师 国昌老师的这个时代力量忘记了 OK这昨天郭台铭董市长相关的说法 那看一下最近有关政党投票的某些一些民调 苹果做的民调 民众对于国会多数党与总统 是否该同一个政党的看法 总统是蔡总统 或者总统是韩市长 那国会的多数党应该是谁 44%认为说应该不同政党以便制衡 总统给你民进党做 但是国会可能要有另外的来做 来把你制衡 但是民党说不行啊 这样我的政策在国会受到打扰了 OK好那另外39.9%的时候应该同一个政党来执政 总统是哪个党 国会多数党是哪个党 这样以利施政的推展 那另外16.1%的朋友说 他没有在这问题没有明确答案 那看一下子家兄 他所做的民调 电子报民调 我们来看一下政党偏好度 G1 G2 G3是比较偏蓝的 最强的G1 次等的G3 都说是蓝赢的 加仓的加价是25.1 是属于偏蓝的支持者 那偏民进党制者是这个G7 G8 G9 加价是45.3 45.3 25.1 大概有18%领先的幅度 腾讯需要怎么看 你做个小党的不分区代表 那这个小党有话说 大党也有话说 你怎么看小党怎么突围 其实就我长期在这个社运团体 或者是全团体工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从很小的团体跟议题开始 持续不断的努力 小议题开始 对小议题而且坚持不懈 一开始也都不是一个很大型的团体 比如过去服务的 也都不是非常大型的基金会团体 只是因为数十年来坚持不懈 所以才能够在某个议题上面 能够让社会大众看见 我想全世界的趋势都一样 大党都是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质疑 就不管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一样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小党开始有林立 或者是冒出头这样子的原因 是民众希望能够在两个大党以外 蓝绿以外有别的选择 不管是之前时代力量也好 或是今年比较蓬勃发展的几个 像民众党 或者是像清明党这样重新再起来 或是其他的绿党 也还有这些小党 我想都是因为这个社会 不想要再只有蓝绿两个政党 希望能够再多一点多元的参与 多元本来就是台湾社会的民主价值 第二个是我觉得小党是比较没有包袱 虽然宋先生的民调比较现在看起来比较低 相对低一点 对但我觉得所有的民调都应该要参考 因为宋先生事实上是不得已 他起步比较晚刚刚主持人也说了 所以起步比较晚当然比较少的时间 可以让所有的全国民众去了解 但刚刚博弈也有提到了 宋先生过去的资历其实是非常的丰富跟扎实的 所以亲民党也比较没有包袱 当然就提供在泛兰的选民里面 很多人对韩先生是不是能够担任总统的能力 多少都有一点担心跟质疑的时候 我想宋先生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应该要多加的努力 去宣导宋先生的理念 让其他人可以看到说宋先生其实可以成为 这个泛兰里面或是其他的这个中间选民里面 的另外一项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再加油再努力 有关相关的新闻报导说 你被列为亲民党不分区第一名 腾熙华说因为宋的一句话 宋导宋导到底讲哪一句话这么有魅力 再报告一下 其实主持人刚刚提到 您对我要参政很意外 我有点意外 因为之前我听过杨志良杨老师 他在那边捨起来说 这几个本来做理由不错 而且他有提到你 我说这些可能都不会参政吧 我总是这样的感觉 您的看法没有错 因为连我自己都很意外 我其实对参政向来没有兴趣 就长期以来的这个机会里面都没有兴趣 但是我其实也做了社福跟人权工作蛮久一段时间 觉得在各个政党里面 我们都应该要合作 因为社福跟人权其实没有打派 所以你现在要我再固定一个政党里面的框架里面 做我本来喜欢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但其实我是先 我是认识余湘 好余湘 对所以是余湘姐那边先来 推荐给宋省长 对然后劝禁我 我其实考虑 那省长说了哪一句话 他告诉我说 因为我问他几句话说 因为政党对我来说是不熟悉的 那我也不擅长 所以他就跟我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什么 自己都不太知道 那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不要担心 我们希望说 除了蓝绿以外有别的选择 那希望清兵长是彩色的 因为大家其实也有人知道 媒体问我说 过去我是不是跟 这个民进党比较亲近 那确实在社福团体里面 也确实民进党其实早期是比较愿意 他早期是靠社运总部线发展 所以比较亲近其实也不能否认 我也非常多的好朋友 其实都在民进党里面担任要职 那当然我就 所以我跟他说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宋主席他自己应该有做过调查 自己也知道 那他觉得说 他希望亲民党是彩色的 第一点 第二个 他说你不要想着要为政党效力 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为社会效力 对 为社会效力 不是为政党效力 对 所以他的这个十大政策里面 社会安全政策里面有七项 其中有非常多的项 他认为都需要仰赖我过去 再生意障碍 再弱势 再健保专业帮忙 是 回到这个滕西娃这边 要当亲民党部分去立委 目前传出部分一阶人士 对您担任亲民党第一名 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是不是您脸书在今天也提到说 关于替先赴桥床的乌龙传闻 这部分您做进一步的说明 对 谢谢文家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当时会提到 先不说这个 我又没有去桥床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这是民国99年的一个乌龙新闻 当时也有人就讲说我们的陈清考提到三位立委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私下朋友跟我说到底是有没有这件事呢 有时哪三位怎么那么不够力还真有桥三位还桥不到一张床 这样 但我刚才说没有三位 这其实就是一个误会 其实当时我们在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应该要讲说 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里面 不管各行各业都好像流行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所以在人生病的时候对病床的焦虑跟生病的焦虑感 我觉得可能对台湾民众来说都是不得已的请托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 但我想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但如果再重来一次我会不会做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如果一个父亲 我爸是在急诊两天两夜 他是拿到病危通知我才下去的 因为他三叉神经痛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会一直叫 因为太痛 因为引起这个止痛药的这个过度使用 就引起急性肾拽结 所以才有这样 所以施症的药也没有用 止痛药也不能用 你站那边急诊医师其实也很慌 那当然是我一个好朋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有说要请委员帮忙 但是我跟他说我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是咨询了我一个老师的先生 他肾脏科医师 才说其实不必须神经内科 因为台湾的这个病床不流通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是那个科的病人 你就会想要由那个科的医师收住院 不管这个病人有什么其他 他会优先考虑那个科 那为什么提起这个事情 其实当年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谈到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先想一下病房为什么不流通 我们讲病房的滞留率 事实上急诊的这个改善这几年来 我们其实也非常支持 包括急诊的这个诊察会的加成也好 品质的那个论质的这个部分 因为病床不流通 我们有讲急诊有几种文化 现在如果塞在那一边的 其实大部分是医学中心 那会塞在那里的 其实不是我们有24小时的滞留率 有6小时等等的这些 其实大部分是一二级的 这个重症的比较多 那我想这个塞在那边 林医师也是专家 就是其实塞在那边 有非常多的这种现象 有的可能是急诊有流行 他上不去是因为可能有挑菜 就是急诊员要挑菜 就是他们要下来看哪些病人 他们要收上去 那第二种是说有病房的这个周转率不一样 像比如说或是有些季节性的 因为病房就特别的热门 连头等都没有 像我当时是这样 连自费都没有 有些病房是特别的空 那我们就有提出来说 像这样子的现象 或者是有一些医院 比如说中山北路一条路 淡水新一线就有几个医学中心 有时候119年送去病房 这样急诊的3R 所以未来您在这部分 应该会有一些 你要解决的一些 没有错就是病房的这个不流通的问题 为什么病人要等那么久 为什么病人要去到处的去请托才有办法 我觉得这是制度上的问题 OK好 我们也拭目以待在这部分 这个滕西娃未来能够有具体的政策 改善的一个面向 OK好 Tonsum 继续 继续 吸收 继续 8 4 5 6 7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